写出下列呢 这三个数字的标准分解式 请注意一下 标准分解式 既然是标准 它就有符合一定的规范 我们先来看一下A 60怎么写出它的标准分解式呢 先把它做直因数分解 60不管你先用2来除也可以 先用3来除也可以 没关系 比如说我们这里先用3来除 再用2来除 你说再用5来除也OK 这个没有什么顺序上的差别 但是最后把它写成标准分解式的时候 既然是标准 它就有一定的规范 它的规范是这样 这个直因数呢 由小排到大 2最小 60呢是2的2次方 有两个2 乘以3 乘以5 这个底下这个底数呢 要由小排到大 要写成次方的形式 2的2次方乘以3乘以5 这叫做标准分解式 那要不要把它乘开来呢 那要不要把它乘开来呢 既然是分解 那就是不用乘开 要写成这个样子 才叫做标准分解式 由小到大排 写成分解的样子 然后呢 有一样的呢 要把它写成次方的形式 要把它写成次方的形式 那再来看B这个数字64 64呢把它做直因数分解 好 都用2来除 所以呢 这个64呢 就等于2的6次方 2的6次方 就是64 这叫做标准分解式 那C呢 21 3721 所以呢 21就把它写成 不要写成7乘以3 要由小到大排 所以应该要写成 3乘以7 那你也不要把它乘出来 乘出来就等于没有分解了 你不要说 3721写成21 这样不对 因为呢 你要把它分解 所以要写成3乘以7 这个叫做标准分解式